1977年邓小平拍板恢复高考 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取代又红又专 以择优录取取代出身血统论 高考不仅恢复了中国的人才选拔制度 也成为整个社会改革开放的突破口 为中国高校带来了十多年 比较开放的这个黄金时期 但是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 中国高校压制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趋势 越来越明显 习近平上任之后更出台七步讲和16条等措施 强化对意识形态的控制 那么高校是不是应该由党来领导 高校应该为政治服务 还是为民族和国家服务 我们这一部分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 那么首先请夏明英教授来跟我们评论一下 我们知道当年这个恢复高考之后 高校曾经有一段比较相对开放自由的这个时间 当时的口号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那么高校比如说实行党政分工 实行校长负责制 那么校长往往由这个学术生育从高的这个权威来担任 但是到今天这种开放和自由 我觉得在高校的校园似乎基本上消失的差不多了 你认为这中间几十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对 这里边你可以看到中国整个改革 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整个政治的方针都发生了就是倒退 因为在八十年代的时候应该说是中国共产党在现代史上 那么应该说是最开放的那么一段时期 而且它因为围绕着私化 围绕着经济工作的中心 那么成为党的工作中心 那么所以它在那个尊重知识和尊重专业人才方面呢 都做出了很多的努力 那么这样的党呢把很多权力呢都逐渐那个放弃掉了 然后交给了就专业人士 我记得我当时在复旦大学读书的时候八十年代 那么当时我们的校长谢锡德 那么还有我们前任校长苏布钦 都是鼎鼎大名的这个学者 那么而且当时谢锡德呢是中共中央委员 但是上海市市长汪道涵呢 那么还不是中共中央委员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了大学里边呢 校长的地位非常的高 而且党委书记呢就是一个配合的这么一个角色 那么这里边呢有一个最主要的一个转折就在于 八九那个就是六四这些事件发生以后 中国共产党突然就意识到 那么这些年轻人呢培养出来 他们掌握了科学技术知识 有了独立的思考能力 那么同时呢有了批判精神 这恰好是大学呢应该那个完整的任务 但是中国共产党呢 他没办法接受这种现实 或者说没办法让自己呢继续往更民主 那么更现代化的方向呢迈进一步 所以我觉得中国共产党最后就采取了封杀的方式 那么把这些积极的进步呢再往后那个就是推 变出现了中国大学的倒退 好听听罗立维先生的看法 我知道您的看法是 你觉得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没有放松过 对大学校园的控制 那么听您来跟我们观众解释一下您的看法 好我认为呢在八十年代 现在呢大家的评价呢好像是一片光明 但是呢我认为这些人呢对那个年代的体会 是是一个表面上的 他们想当然的理想化和美化了八十年代 我们当时在大学里边的日子是怎么样的呢 学生每周半天必须自愿参加毛泽东思想学习小组 必须参加 好必须是参加给我们摊派的所有的劳动 好这个名呢叫一专多人 尤其是四项基本原则传达以后 我们系党总之 层层不值学生告密 边派右派名单 人盯人 无处不在 就连到今天西兰大学北京校友会 它的传统都是这样 1980年10月 我竞选重庆市百费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一个月以后 胡平也当选了 12月我刚刚从代表大会回校 结果呢那个时候开了一个中央工作会议 就把我们大学生全国竞选 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猖狂向党进攻 导致了我毕业鉴定 就基本上过不了关 从此了成为了我的政治态极 然后呢 在那个七八级七九级学生们 他们还经历了清除精神污染 好然后到了80年福耀邦下课 然后87年福耀邦下课 89年福耀邦去世 以后呢就是 胡锦涛温家宝开历史道策 这个道策呢开到今天 与非常严重 好 对 胡平先生不少的这个知识分子呢 都把这个1989年的这个天安门事件呢 看成是这个中国高校教育制度的一个转折点 那么89年之后 对于这个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这个压制呢 越来越严厉了 我想听听您对这方面的看法 毫无疑问 六四改变了中国 他也改变了中国的那个高等教育 记得在六四之后 有一个学者发表文章 题目就是撤出广场退回书斋 那么所谓撤出广场 当然就是不再参加这个街头运动 另外呢像那个老师们他们也不再参加 所谓签名信一类的运动 那么自六四之后呢 在整个八十年代 大学都是街头运动的主力 而在六四之后呢 那么大学就不再是街头运动的这个主力了 但与此同时呢 一来是由于八九民运的这种冲击 再加上此后那个苏东坡的这个变化 那共产党的疫情它已经彻底破产 对于当时八九之后 六四之后的中共当局来说 你这些学生们也好 老师们也好 只要你们不再参加街头运动 只要你们不要搞什么签名信 只要你们肯回到学校 那就谢天谢地了 至于你们在学校里讲什么 那倒可以讲的宽一点 讲的多一点 讲的自由化一点 大于无妨 在何况那个时候 本来就共产党意识形态的 由于受到苏东坡的冲击 已经破产 在人们新闻中已经失去了他的威信 所以在这个九十年代 我们突然就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一方面就是由于当局的压制 大学生不再扮演街头运动的主力 另一方面在校园之内 在讲堂上自由化的程度 多元化的程度 在大量引进和介绍 一些西方思想的学术成果 这方面反而比八十年代还更有过之 所以在一度之间 我们还看到在这个学术界 当然就是以大学作为基地了 还有各种各的讨论 比如什么新左派自由主义的讨论 那么这些讨论 从他们哪怕是新左派 哪怕是被视为保守的那一派 从他们所引用的理论资源来说 那也是非马克思主义 就是非正统意识形态的 所以在整个九十年代 一直在本世纪的前几年 那么这个学术界大学校园之内 它的某些自由化情况 它是还超过了这个八十年代 可是呢 但是这种大学校园之内的这种气氛 它竟然是缺少整个社会的 给予的这种强力的支持和保护 因此当局要收缩大学的 这种所谓自由化的时候 它就遭遇到很少的阻力 这也就是后来我们到今天能看到 在今天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以来 最高等教育的那种管制 那是远远超过江泽民和胡锦涛的时代 这种事实之所以能够发生 那也跟当时九十年代 它整个那种相对宽松的环境 其实缺少整个体制也好 整个社会力量的强力支撑有关系 好的 那么当然说到这个 从习近平执政以来 我们知道他这个 从这个七部讲到十六条等等 那么习近平政府呢 对于这个高效的意识形态的控制 是比以前大大的加强了 那么我想听听陈伯鸿先生 这种控制到今天产生了什么样的结果 那么很多人认为 是对当年这个邓小平开放路线的一种反动 那么您是怎么看的 对习近平现在挂了一个口头残 叫不忘初心 但实际上恢复高考这个制度 邓小平当时的初心 当时的初衷是培养人才 但是现在习近平的这个主要意图 是培养奴才 重新开始培养奴才 这个当时邓小平的培养 这个人才的想法 主要是科技人才 当时有个说法 就经历了文革浩劫 这个人才齐缺 清皇不济 这个科技产业是一片荒芜 所以邓小平的企图呢 是在科技上这个振兴培养人才 的确经过这个恢复高考制度 培养了相当多的一代这个新人 在科技上 现在都成了他们的 这个社会的中间 有技术骨干 像我当年的同学 现在都是什么总工程师 教授啊 这一类的就是社会中间力量 但是邓小平呢 他在八九年之所以发生了 那样的事情 邓小平又这个 这个所谓高等饲养教育要加强 邓小平本人没有跟上时代 他毕竟是太老了 他虽然说 把毛泽东那一套是搏乱反正了 但他却跟不上时代 不能与世激进 也跟不上人心 他以为这些大学生会 规规矩矩按照他的意图来培养 就是人才 就是科技人才 他就不知道人是活的 人是这个 这个一个 最先活的高等动物 人除了就是追求知识 技术以外 他会追求他的民主权利 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所以当人们开始 追求权利的时候 邓小平却给吓住了 然后他用四个 什么坚持来框住这些 但事实上没有框住 那么到习近平这个时代呢 可以说是这个 跟邓小平相比 那就完全不如了 如果说邓小平 73岁开始掌权 他还有一些 搏乱反正的这种魄力 还有一些 这个纠错的这些勇气的话 那到了习近平时代 完全是保守的 甚至是反动的 倒退的这么一个逆程 像现在这个 19大政治报告 很可能要进入高考 这个三万多字的 王沪宁等人炮制的 可能要进入高考 来进行这个考试 另外最近的高等元 更出现了荒唐的现象 全国到处 包括北大 清华 人民大学 什么湖南师范大学等等 纷纷建立所谓 习近平思想研究院 研究所研究中心 然后这些党委书记 校长又挂牌 当院长 这些官迷又多了一个官 然后财迷又多了财远 因为中央政府 又跟他们拨款 搞所谓习近平思想研究 然后又多了 更多的学术腐败 教育腐败 因为你成立这个研究院 要培养什么研究生 又有什么博士导师 硕士导师 习近平的思想 真有那么高深吗 很多人都说不出来 他有什么思想 另外习近平那些东西 都是这个王沪宁所撰写的 搞了半天说 习近平思想研究院 成了王沪宁思想研究院 说中国的这种荒诞荒唐 在新的21世纪 有走向了个高峰 这完全是对 虽然说80年代并不完美 刚才罗先生的看法 我赞同 但是相对来说 有人说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相对于今天 说今天跟80年代相比 那是真是完全不能相比 真是时光倒转 一切都在倒行泥实 好的 我想在接下来 请夏明教授 发表评论之前 引用几位观众朋友的 这个评论 那么有一位叫 吴景刚的朋友 他说呢 他说中国的教育 已经成为这个 思想前置的工具 没有良知 颠倒黑白的课本 尤其是政治和历史 几乎全部是谎言 他说不改变政治体制 教育出来的人 就完全不是人才 还有一位叫做 Antonio的一位观众朋友 他说中国的 这个高校行政人员 党委书记 居然比大学教授 更有发言权 令人无法忍受 他说当时我出国 读这个PhD 最大的动力 也是因为这个 实在无法忍受 权力过于大的党委部门 他说中国学校 要是向前进一步发展 就应该去行政化 去党委部门化 还有一位叫玉玉玺的观众朋友 他说高校现在培养的是各种 应该是培养不同思想 有批判性思维的人 但是他说现在一堆一堆的人 被高校搞成了只会唱赞歌的废物 那么我想夏明教授 刚才我们谈到这么多 中国的高校的变迁 其实一个主要的脉络 就像你原来说过的 就是说这个高校到底 是不是应该由党来领导 高校应该是为政治服务呢 还是说是为民族和国家服务 那么这个从高考恢复以来 就一直展开的辩论 到今天你觉得在中国这个现实下 还有没有这个继续的意义 想听听您的看法 对 当然有这个讨论的价值 但是我们要必须的明白一点 就是其实你看到就是习近平 跟他打倒的这个对手的 政治对手的一个一线之差 就在于习近平没有经过高考 而他的政治对手都是高考的成功者 那么你就想着当习近平 是作为76级的公共兵大学生 推荐去读的清华大学 而薄熙来倒是真正的高考了 进入到了北京大学 后来进入到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 那么像他现在就是说 靠边站的像逐渐淡化的 像李克强和胡春华 他们倒都是天之骄子了 在整个高考中获得最好的成绩 进入北京大学的 所以你就想象了 其实从利益角度来说 那么今天我们讨论高考 其实他的政治含义也很清楚 其实对于习近平来说 高考对他来说就不是一个东西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我想习近平他不会有任何的动力了 那么会把高考了 看成一个中国历史上的伟大的突破 那么另外一个 我觉得还想就是讲那个就是一点点 就是说在那个培养人才的那个过程中 高考了应该成为一个独立的一方 具有相对那个自治性的 那么一个相对就是那个独立性的这么一个权威体系 那么也就是说他的内部的操纵管理 那么他的那个生育那个资源的这个分配 那么都应该由他了来那个决定 但是今天的问题在于 我们在一个党那个权权的这个控制下 那么党呢是伸手了 是要把政权给握住 要把刀把子枪杆子全部给那个控制起来 要把笔杆子也控制起来 然后呢要把就是说不仅他自己要建宣传部 而且要把这些大学呢 都要变成他的宣传部的这个延伸部门 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他又会把大学的所谓的荣誉的头衔 和管理的都给控制起来 所以你就看到很荒谬的就在于 那么中国的这些大学的党委书记 动辄就变成了一个博导 那么变成了一个什么哲学 什么或者是什么政治思想教育工作的 这些博士生导师 所以你就看了一个荒诞就在于 中国共产党党的权利 那么对教育对科技 对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无端的 这种就是那个控制和就是消灭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目前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是中国共产党整个意识形态的问题 而不能就是我们片面的去那个就是责备那个高校 另外我最后想指出一点就是中国的高校其实有小气候 那么我认为我生活的复旦大学就跟许多我们有其他的几位 那么提到的他们的大学了恐怕就有不一样的地方 那么我认为复旦大学无论在那个反对精神污染 还是在八九六四镇压以后还是在今天 我觉得他的那个学术的气氛呢 有些学者也告诉我 他们的形成了某种小气候 我觉得这个恐怕是值得我们那个就是自助的 好的再听听罗利维先生您的看法 那个我认为呢 那个只要那个党的观念在大学里边 他处于强势地位 那么大学他自己的那种小气候 在复旦有可能形成 但是呢在西南大学 四川大学这样的内地大学 他就很难形成 而且呢就是说教师之间的自由交流和讨论 他是被强力干预的 到很多人他就不敢说话 我当时在党校工作的时候 我们的校长就天天强调 党校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阵地 好 那么现在呢很多高校呢 都把马克思主义作为高校的思想阵地 如果是有这个阵地的存在 那么其他的思想都处于社会限制 甚至被消灭的地位 所以呢那个高校 中国高校的前景 我是非常那个不看好的 很担忧的 好的我再来念几位 今天的讨论这个引起了非常多的观众的这个兴趣 那么我们的网上评论非常的活跃 那么现在有一位叫FF的一位朋友 他说呢他说那些认为自己的大学很自由的嘉宾呢 其实就像你在墙内说话很自由一样 只是一种错觉 因为你没有刺激到管理层 没人理你 他说我当年大学08年四川地震 各地集会对受难者表示哀悼和支持 校方发通知叫我们不要参与 后来明白他们怕集会 一切形式的集会都怕 还有一位叫李中本的一位观众朋友 他说中国 他说当下习近平统治的这个高等教育 已经进入企图党统教育成为违反人伦的教育 违背了教育是培养独立思考的本意 尤其是8964以后高校培养出来的学生 很多成为党的奴隶党的工具 他说这样的学校教育不可能产生大师级的人才 还有一位叫魏魏的观众朋友 他说中国现在培养出来的大学生 就像萎缩的这个小兽 全无意气风发的精神面貌 他说高校的官僚化 让大学生也沾染了卑躬屈膝 上下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我想听胡平先生对于这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 您有什么回应 我觉得这几位网友的评论 我觉得都相当中肯 相当深刻 我基本上都是都很赞成 那么现在中国的这个情况 所谓这个党对高校教育的控制是日胜一日 如果说80年代 党对高校中的作用是在逐渐淡化的话 那么90年代之后 尤其是习近平上台这几年 那共产党对高校的控制是不断的在强化 而且已经强化到了一般人先前都很难以想象的程度 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是值得各方面考虑 和值得这个各方面充分重视的 好 听听陈破空先生的看法 我们知道中国的这高高考几十年 过去40年 那么有一个很严重的现象 就是这个人才外流的这个现象 就是改革开放之后 这个留学潮使中国这个高校的培养的 这个大量最顶尖的人才都来到国外 很多人都选择留下 那么我想还有一个让大家注意到的 这个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中国的这个高官和领导人的很多子女 至少是过去十多二十年 很多都是在西方完成高等教育 那么您对这种现象您是怎么看的 对 当时邓小平在恢复高考的时候 同时采取了另一个举措 就是允许中国人留学 因为毛泽东时代是闭关锁国 就人们出国是非常艰难 除了这个中国政府层面的人以外 那么这个留学的大门一打开 当时是邓小平79年访问美国之后 对美国这个卡特总统做出了一个承诺 当时邓小平想的是 这个不仅能够展示一个改革开放的一个形象 同时呢一部分这个有些人出去留学之后 他认为只要有少部分人 很少部分回到中国 那都是一个建设人才 因为他念念不忘的当年前学生 那些人回来之后对中国这个什么 这个核岛事业发生了贡献 但是我们后来看到 这个当学生走出国门之后 中国学生走出国门 就发现那中国跟国际社会 跟先进国家发达国家差距太大了 所以多数都会选择留在西方 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矛盾现象就是 当今天习近平他们在讲这个七部讲 这个十六部准 把高校的学生来框起来的时候 要他们学这个 甚至学习近平思想的时候 但是习近平他们的子女 就是说中共领导人的子女 他们的高等教育 多数却是在外国完成的 比如习近平的女儿 她是在哈佛大学读书 她不用去在中国高校享受七部讲 什么十六部讲 也不需要拒绝什么普世价值 她在美国接受的就是 普世价值的感染 同样道理像温家宝的儿子 江泽民的儿子 孙子 还邓小平的孙子等等 这些人都是在西方去结识教育 他们本身有一个从样没外的思想 而且他们本身不希望 他们自己的子女 受到中国式的那种 什么政治挂帅的那种匡富 把自己的子女 想打造得更优秀 甚至就干脆留在西方国家 在那里留绿卡有身份 当然这个我们就举不完的 中国高干子弟 在西方这个像邓小平的孙子 他本身就说有美国国籍 有个孙子 甚至在美国出生的等等 所以这个 这个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 也就让中国的大学生看出来 中共领导是多么的虚伪 他们不让自己子女接受的东西 却让普通的子女去接受 还有刚才夏明教授提到一个 就是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常委的学历问题 上一届 18届政治局常委里有好多个 公农民大学生 占一半以上 甚至有一个什么金日成大学的留学生 什么张德江 在北韩留学来管理港澳事务 港澳事务是那么的先进 而北韩是那么多的后 就可见香港不出问题都要出 这次的19大的政治局常委 有四个半是假学历 除了就是李克强 赵乐际和王沪宁的 当时的学历还进得起考察以外 赵乐际考上北大 这个李克强考上北大 本科 而那个王沪宁 他有一个硕士学位在复旦大学 其他的人 包括李克强的半个 后来李克强的什么 经济学硕士博士 在职的经济学 什么硕士博士 在职读的都是假的 你当时作为什么 共青团第一书记 你又在职读了一个学位 读两个学位 这可能吗 还有习近平在福建 当副省长和省长的时候 居然跟北京相距那么远 读了一个 清华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 这是怎么实现的 其实人家后来就说 真的假学历 那个假的真学历 这个真文凭 这最高领导人就是一个反应 什么韩正业大学 又是汪洋 又是业大学 后来搞了个什么在职研究生 全都是假的 因为后来发现了 不仅是最高领导人 下面的县长 县委书记 乡长 镇长 镇长 派出所长 拿出个名片 上面都写这个法学硕士 法学博士 怎么搞的呢 他们自己 这个报名的时候 或者是毕业的时候在场 平时学习的时候 都是谈秘书代劳 甚至一个课堂 秘书做了一桌 这么大的荒唐 所以领导人带头 搞这个学历造假 这个文凭造假 学术腐败 这个整个中国上行下效 现在的学术造假 教育腐败 已经到了无以伏加的地步 所以中国人要谈创新能力 谈什么真正的教育 数字 教育资料 真的是令人非常的忧虑 而且痛心疾首 好 最后只有 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我想把这个时间 留给夏明教授 因为您在这个美国的高校 您对中国的高校教育 有相当的了解 就中国的高校 产业化以后 确实像刚才 陈破宏先生说到 这个虚假文凭 学术腐败的这个现象 确实是在全世界 都是著名的 那么您觉得是 什么造成中国 这个高校的 这个虚假之风 这个腐败之风 那么严重 你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对 我觉得最重要的 还是政治的癌症 那么清晰了中国的经济 清晰了中国的 那个思想文化和高校 所以我觉得最终的 政治的方案 那么不是去责怪 目前的高校 最终的我觉得 还是应该管好党权 那么让这个党 能够真正的变成 更民主化 更多元化 那么更现代化的一个政党 那么另外呢 我觉得中国的高等教育 现在也在付出一个代价 就在于一方面呢 中国的很优秀的学生 到西方来留学 另一方面 大量的优秀学生 三分之二的支付回去 所以我觉得 在这种情况下 中国呢 它自己呢 也会意识到 也会遭受这种灾难 我相信这种灾难的话呢 会那个引发 某种就是变革的这种想法 您在美国的大学 对中国留学生 有相当的了解 你觉得这些人 大部分人不愿意回去的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请您用30秒钟的时间 跟我们的观众朋友 解释一下 对 我觉得主要的 不愿意回去 当然也有 那个生活方面的原因 但是呢 其实我们看到 就是中共建国以后了 那么大量的就是 人回去了 是因为当时中国有希望 那么今天呢 很多人不愿意回去了 主要是还认为 中国目前的这种 政治体制了 这种思想的潜质了 给人们呢 没法带来希望 我觉得这恐怕 是最主要的原因 好的 罗立维先生 您最后还有什么 要补充的 20秒钟时间 好 那个我认为呢 这些人不回来 是他们适应了 那个空间 他们回来了 就没有他们适应的空间 对他们自己 和对于这个社会 都是巨大的浪费 所以您是赞成 这些人不回来 好的 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的这个 焦点对话节目呢 因为时间关系 就进行到这儿 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 罗立维先生 胡平先生 夏明教授 和陈破空先生的 这个精彩的讨论 欢迎您到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或者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 我是宁心 祝您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